人们说起猪油就觉得不健康 对健康不利 而且大家都默认植物油比猪油好 比猪油健康 觉得猪油吃了容易发胖 容易引起高血压高血脂 多脉硬化等病症 其实我们对猪油的误解太大了 那么猪油有哪些养生功效呢 一 缓解便秘 中医认为猪油可以治疗脏腹枯色 大便不利的症状 对顽固性便秘有着不错的疗效 二 预防皮肤干燥 猪油能够润燥 西医认为猪油能够补益肺因 促进皮肤和毛发 因此食用和做药膏 均能预防皮肤干燥 三 开胃 猪油能够滋养五脏 尤其是胃和肺 往餐里面加点猪油 能够增强食欲滋养五脏 延缓衰老 四 治疗肝壳 天气干燥 容易刺激呼吸道 这时候吃点猪油能够达到润肺 滋养五脏的作用 对于治疗干壳很有帮助 网友们 你们家有没有吃猪油的习惯呢